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许多出事了 许多呢 许多呢 你已经在里面检查了 她怎么会突然晕倒了 你现在知道着急了 许多怎么会大半夜一个人在回家路上 还晕倒了 这不该问你吗 你先别着急 现在情况还不清楚 但像这种晕倒 一般可能是神经调节 或者血管疏受障碍 引发脑供血障碍 也有可能是脑肝供血不足 但这都只是我的推测 具体还是要等结果出来 今天下午六七点钟那会儿 我见了许多一面 她正在那儿吃止症药呢 状态很不好 我就琢磨着她 她不会真有问题吧 不是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呀 我上哪儿找你去啊 你们谁是许多的家属 我 我 怎么了 大夫让你们进去一下 好 这个呢不是普通的贫血 如果数值呢是在一百到一百零九之间 就是属于轻度贫血 低于八十九呢是属于重度贫血 她现在这个数值呢再往前一步 就严重了 你们看 她的血小板和容积率 都是低于正常值的 也就是说这个患者呢 她长期属在贫血的状态 现在是因为身体处于疲劳期 所以呢引发了重度贫血 我建议呢继续观察 许小板持续地降低的话 不排除重度血液病的可能性 你 你是说她会有重度血液症的可能 我是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也不用过度地担忧 先办住院吧 先办住院吧 说来惭愧 没有和你坐过一次飞机 看风筝残云 看电声雷鸣干雨 你把我当了什么呀 眼里只有钱是吧 我是为了你的梦想 可是你有听我了吧 说来惭愧 没有和你 非过一次旅行 像穿山越岭 像河水清清的想你 说来惭愧 说来惭愧 不知懂了那感情 脱口而出你的命 你不在我却被你惊醒 对不起 你怎么没有好好说我好了 看着你笑变成了风 消失在我眼中 消失而又在我眼中 那些心事淡淡 恍如彩虹 小花就哭出来 啊 飞机飞上天空 走了个梦 看着你空 星成了风 消失在我眼中 你消失在我的眼中 那些快乐悲伤 她刚醒了 大家就睡着了 叫不你先回去休息 我来找我她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你之前怎么说的 你现在怎么做的 人好好地交给你 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 你们俩一起开公司 有那么多事吗 她每次见到我 都是童鱼怎么了 童鱼怎么了 她满脑子都是你 你呢 你脑子里只有你那点破事 你的工作 你的梦想 你创造 你的需求 她是你的女人啊 你有想过她需要什么吗 我错了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不是每一次错误 都有改正的机会的 但凡今天有一点问题 你后悔一辈子去吧 行了 你别在这儿跟赎罪似的 你就算想补救 也不差这一会儿 你状态也这么不好 你再倒了 谁有工夫照顾 你们两个病号啊 回去歇着吧 明天再来 我在这儿你还不放心啊 走吧 是 是的 我似乎变了 最近的我只顾着向前处 却没有看到她 我身边的她 那个总是问我吃没吃 却总顾不上吃一口饭的她 那个总是怕我疲劳 却从不说自己痛苦的她 那个永远在我身后 被我遮风挡雨 却永远安静无声的她 我却像个傻子 永远不知道回头 永远不知道回头 看一看身边的她 身边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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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还是处在你们身上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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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